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智是个喜欢玩弄女性的感情骗子 他总是换不同的姑娘片泡满足自己的信誉 另一边好基友阿信正是一本正经的相亲 对方叫贤真 经常被失眠困扰 阿信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 他也毫无防备的找到小智 要求他帮忙看看女友的病情 送上门的肥肉当然不能放过 隔天小智就跟贤真聊了起来 还表示会严守秘密 让他放心 但是贤真说出来之后自己每晚还是都睡不好 好像一直有不干净的东西如影随形 为了让贤真走出阴影 小智用了自己拿手的方法 他一顿催眠让贤真在短短一分钟内就出现了第二人格 原来贤真患有分离性认知障碍 类似于多重人格 第二人格不仅喜欢卖骚 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看穿小智的心思 吓得小智赶紧停止了催眠 不一会贤真就像没事人一样恢复了初始人格 不过他好像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毫无印象 小智只好露出尴尬又不死礼貌的微笑 心里却乐开了花 毕竟一个间歇性失忆的漂亮妹子是自己的病患 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 阿信让贤真放心 他相信小智的技术总有一天会治愈他的病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贤真的病情逐渐好转 小智开始第二阶段的催眠 这个阶段里贤真想起了跟前男友爱爱的事 身体逐渐发热又自动切换到第二人格 贤真亢奋到不行 开始卖烧起来直接抱住了小智 但捧狗欺不可欺 关键时刻小智还是忍住了 不过从这天起 小智一个人的时候开始意引起贤真 几天后 阿信特意告诉小智 自己和女友的练习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了 也许下个月就结婚 这样小智有些心里难受 因为他好像也爱上了贤真 贤真在一次复诊的时候 小智故意引出贤真的第二人格 强烈的引导之下 贤真变得浴火焚身 不可思议的是 他并没有做他想做的事 而是禁止驱车离开 很快就到了贤真最后一次复诊 小智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再一次召唤出贤真的第二人格 接着就动起手来 抚摸着贤真的双乳还有大腿内侧 但是小智意识到 他不能和贤真简单的一夜情 自己要的是一个愿意服从自己的女人 于是这一次小智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贤真 强调自己是贤真的真爱 无论如何他都要来服侍自己 只要无条件地爱自己 贤真才能获得幸福 果然缺爱的贤真很快就中招了 一旦到了周末的午后三点 他就会像着魔一样 放下手上的所有事情 直接跑到小智家里 跟小智啪啪啪 至那之后贤真彻底沦为 小智的欲望玩具 贤真也会在周末下午准时到小智家 不管是站着趴还是坐着趴 啪啪啪到麻木的小智有些恍惚 他开始思考 只有幸没有爱真的好吗 另一边绿帽侠阿信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贤真 尽管贤真暗示自己被侵害了 但是阿信表示自己会一直不理不弃 不过这边因为催眠的缘故 贤真对小智的依赖越来越重 贤真也变得行尸走肉 这边还在阿信家里帮忙做饭 一眨眼的功夫 却到了小智家里成了奴隶 小智彻底想通了 爱情没有那么重要 他还是渴望更多女性肉体 然后另一边妹妹小晓一直暗恋小智 尽管她是小智的学生 但是她还是跟小智告白了 小智也接受了 很快小智跟女学生搞上了 之后小智开始厌恶贤真百一百顺的第二人格 于是狠心抛弃了她 看到心爱的贤真反常的举动 阿信走在后面跟踪贤真发现了真相 贤真回到家之后 阿信选择给她洗脚 一言不发 第二天阿信找到小智跟她彻底绝交 这时候小智发现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地道 她开始尝试消除贤真的第二人格 贤真离开之后 小智也想通了 她不想再约炮了 她要安定下来 于是决定跟小智结婚 但其实贤真的第二人格已经侵蚀心灵 她开始每天牵着提线母偶 自言自语 终于在一天阿信拿着鲜花和戒指 对着贤真求婚的时候 贤真爆发了 她把怨恨全部发现在阿信身上 一刀一刀杀掉了爱她的阿信 回过神来已经晚了 接着她满身嗜血来到小智家里 带她去了地下室 当小智看到阿信惨死 非常惊讶 然后贤真由爱深恨想杀小智 没想到被小智掐住脖子 当小智以为她死的时候 再跟阿信道歉 被贤真设下的陷阱捕获 贤真调断了她的手筋脚筋 完成了一件新的作品 提线母偶 这样就永远没有人能抛弃她了 好了 本期限制机视频就到这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